欢迎大家来到开源教育的第三场 那我们这一场的主题是 利用开源教材让未来AI晶片设计入门者与世界接轨 那因为其实在台湾有非常杰出的半导体产业跟晶片设计公司 但是在产业端要招募AI的晶片设计人才 其实是困难重重的 那为此就是成功大学敏求智慧运算学院 有设计出相关的人工智慧运算架构与系统的开源教材 这边会由我们经验丰富的伟芬博士 跟还有他的学生宇婷跟俊豪跟大家分享 那伟芬博士他除了是现任成功大学智慧运算学院的客座教授 以外他在业界也有丰富的经验 除了在台湾跟他在台湾跟系谷都有很丰富的经验 那我们就欢迎 我们就欢迎伟芬老师跟他的学生宇婷跟俊豪 大家好我是伟芬 那Open Source Education这个Trak其实是今天应该是第三届 那两年前我协办了这个Trak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两年 我们又在Open Source的Education上面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刚刚感谢刚刚主持人的介绍 那我除了是敏求智慧学院的客座教授之外 我同时在业界是担任Compute Architect的工作 那所以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设计整个晶片的架构 那这门课是因为现在在学校 这个大家都知道科技业IC Design很夯 那但是科技业的做的事情 或者是从事的工作内容 同学在学校的同学不一定很清楚 那再加上AI晶片其实跟传统的这个晶片设计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所以呢我们在成大呢 有一个叫AI On Chip的Project即将要开启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门课 可以给同学一些入门的知识之外 也帮助同学去了解在业界 我们现在的相关工作 做什么事情怎么做 然后你需要储备什么样的基本知识 才能够进来这个行业 那我有一个这个工作之外的组织叫PlayLab 那我们在成大的实验室也叫PlayLab 这个PlayLab其实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我们从K12孩子小的时候 从K12开始做了很多工作 那现在就是孩子大了 所以我们就focus在大学端跟职讯上面 能够回馈给社会的部分 那我要在我的学生开始介绍这个课程之前 我想要讲一下就是传统的IC Design跟我们的AI晶片的设计有什么不一样 那Compute Science是一名讲究所谓抽象化层次的一个学问 那为了要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可以用很容易的方式去研究开发 我们事实上在Compute Science里面的软硬体系统 都分了非常多的Abstration Layer 那但是在传统软体跟硬体的界面就是 如果你有Processor 你就会有一个Instruction Set的Architecture 定义了这个ISAR的这个Spec之后 软体的人可以根据这个ISAR去设计它的晶片 硬体的人也可以根据这个ISAR去设计它的晶片 只要两边这个设计都符合这个ISAR的Spec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无缝接轨 这个系统就可以整合起来 那但是在新的这个AI晶片里面 它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可能很习惯 你写一个high level language的application 比如说你用C写一个程式 你经过compiler编译之后 就可以在你的电脑上跑 但是在AI晶片并没有一个这样子 局势皆然的ISAR存在 甚至AI晶片它不一定是一个Processor 它可能里面有很多的ASIC Design 有很多的复杂的SOC系统里面 会有的这些加速引擎 然后整合在一起 你在上面呢 要去create一个Software Stake 或者是create它对应的compiler 都不太一样 在AI的晶片的世界里面 你的compiler compile出来的不一定是machine code 有些设计是 有些设计不是 有些设计的compiler compile出来的是一个 在上面的Software Stack Runtime里面可以接受的格式 你的硬体的设计呢 跟传统的SOC设计的 deny flow也不太一样 它必须非常知道你的AI model 它的特性跟它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AI晶片的整个架构 还有它的软硬体系统整合上的设计 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 也因此 今天在学校所有的curricular 如果你想要就是让学生可以很容易的进入这一行 你会有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你的deny flow基本上就改变了 那你需要很多跨领域 这个跨领域可能是指垂直跨域 或者是水平跨域 水平跨域就是指说 你做的这个AI晶片是要给什么样的应用做的 你要对那个应用有所了解 垂直跨域就是指说 做硬体的人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需要知道硬体在做什么 你需要知道软体在做什么 做软体的人也倒过来 需要知道硬体怎么加速这个运算 他才能够把一个AI晶片做得很好 所以也因此在业界里面 我们的这个每年的这个technology都在改变 然后我们的deny flow因应不同的这个AI晶片的架构 也不断的在改变 所以在AI晶片的设计里面 就有两件事跟传统的设计方法 开始产生很大的变化 就是第一个它对于season level的deny 要求的知识 跟你的背景知识这些要求就变高了 第二个是传统我们在学校学习常常是button up 就是你去学很多的tool set 你去学很多的基本概念 然后有一天你就用一个team的时候 你会慢慢的从这些button的building block 慢慢往上学习 可是在做AI的时候 button up的这个学习方式不一定会合适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教学 都采用top-down的设计跟教学的方式 所以大部分我们现在其实在大学端的这些课程 你要问他说我想要进入AI晶片这一行 我要去修什么课 其实事实上需要的知识都存在 可能散在不同的课里面 但是很少有一门课可以把所有你需要 接受的training能够集中在一门课 把它讲清楚 那我们的期待不是说一门课可以做那么多 我们的期待是有一门课可以带着同学入门 知道你为了要能够学习AI晶片的设计 你大概需要接触哪些知识 然后可以从哪里开始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学生 他们对于开源教育这件事情非常有热忱 所以他就把我们在学校的这个lab 我们有一门课叫AIS 希望可以把它的lab整理出来 让大家参考 让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这个透过这个课程去了解 怎么进入AI晶片设计这一行 那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张俊豪 那我目前就读于成功大学奠基系大三 那我在这场演讲 我主要会负责就是后半段的主题 那我的另一位partner叫施玉婷 大家好我是施玉婷 那我是今年刚从成在物理系毕业 然后是上学期 委婚老师开的AIS的学生 那接下来就是由我先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把这门课AIS开源出去的版本 叫OpenAIS 它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听到这里可能会有点好奇说 网路上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那网路上的开源教材那么多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那么多的心理去整理一个 新的开源教材来去帮助大家呢 其实这样子就是 正如刚刚老师所说的 就是我们因为AI晶片的设计跟传统IC的设计 它的情境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可能被散落在很多的地方 那因此老师开了一门新的课程叫做 人工智慧运算架构与系统这门课 来去帮同学就是整合各个学科里面 要入门AI晶片这个领域所需要的知识 那也就是AIS这门课 那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开源专案 叫OpenAIS 它这个名称的来源 那在OpenAIS这个开源专案当中呢 我们是我们试图要打造一个对初学者友善 然后并且是以实作导向 Project Based Learning 而且是开源的一个专案 让就是有对AI晶片有兴趣的初学者 可以有这样的资源可以获得去这样 可以获得这样的学习资源 那么谁适合我们这个开源专案呢 就是我们目前设定的使用者有两群人 第一群呢是对AI晶片有兴趣 那他可能是电资背景 那可能不是电资背景领域的学生 那他可能会希望说 透过自学来去加强实作的能力 那另外一群呢 就是他想要 就是已经在职场上工作 那他可能想要转职相关的领域 或者说他已经在相关领域工作 但是急需要去补足相关的知识跟背景 那是他时间有限的学习者 那如果你是属于上面这两种人 那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可能会对你很有帮助 那我们这个OpenAI是这个开源教材 还有五大特色 首先 因为 程如刚刚所讲的 就是我们AI晶片设计 所需要的领域非常 所需要的领域的知识非常多 那我们可能会涉及说 我们需要做硬体的设计 那可能会需要懂一些 computer architecture的东西 那我们的AI的system software 我们可能会让在 bare metal可能会让在Open operating system 所以我们可能也需要一些作业系统相关的知识 相关的AI metal相关的背景知识 甚至数学的基础 那也会需要说 我们要有良好的程式设计的能力 包括说我们就是 module跟module之间 那个界面要怎么划分啊 然后 还要有问题解决能力 知道说怎么样去debug 那这些对于 一个要入门 AI晶片设计领域的初学者来说 其实是 门槛相当的高 那能够学会这些知识是一回事 那要能够融会贯通 并且应用所学 在AI晶片设计上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此我们这个project的 第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是systematic learning 就是系统化的去 帮助学习者可以指出一条 明确的学习路径 然后并且整合 要入门这个领域 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知识 并且我们的编排是有潜入深的 带领大家去降低 这个AI晶片设计入门的门槛 那第二个特色是 我们在传统的大学教育当中 我们通常是以理论为导向 就是我们会在意 就是实作的答案的正确性 那我们会要求说 学生在那个学科 学科内的知识的深入理解 但是在实作当中呢 就是我们 我们可能不只会注意这些 我们可能还需要去 注意很多很多 就是课本上可能不会去提到 像是一些 实物上的一些权衡取舍 像比如说 我们可能需要去在意 那个module跟module之间 它是不是 那个能够 可能如果它是不同人设计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让它去抖起来 那或者是说 那是硬体跟硬体之间 那硬体跟软体之间 如果是不同人负责 那可能怎么去抖起来 那我的硬体设计要怎么样去 能够去extendable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要求很多学科 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 那也需要去有很多的就是实作的经验 才能够去弥补这样的落差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特色就是 我们的所有的lab的设计 都是强调说我们是hand sound learning 就是我们是以实作为导向 就是透过实作的方式来去 带领大家做中学 那第三个特色是 我们这个AIS的这门课的教材 它都是使用像UC Berkeley 还有MIT等等 国外知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那藉由这样子我们可以让学生去同步 我们和国外一流大学的就是那个视野 那真正做到和世界接轨的深度和广度 那另外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开放课程的 理论知识作为我们的背景之外 我们另外也在我们的lab当中 实作当中我们也使用了很多的开源专案 来去带领大家进行实作 那因为我们在AI晶片设计领域当中 我们其实很常会以开源专案 来去作为我们产品开发的基础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使用 要去怎么样去使用一个开源专案 来去leverage我们的开发工作 已经变成是AI晶片设计领域当中的 一个工作的必备的能力 因此我们在课程当中 去训练我们去使用开源专案 来去进行开发 然后可以去培养 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进入相关领域工作的 一个基本能力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取自于开源的东西 那我们OpenAIS就是希望把 我们这些 从开源取自的这些资源呢 就是再加上我们一些整理跟想法 再度把它就是贡献回开源社群 然后可以帮助更多的学习者 对于AI晶片有兴趣的学习者 可以进入我们这个领域 那并且呢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更多人 可以依据我们现有的基础 来去创造更多更好的内容 好那那个接下来我会介绍我们教材的其他特色 那我们教材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我们采用了 Project Based Learning的这种设计思维 在设计我们的教材 那上面这张图呢 它代表是Project Based Learning 他们强调的四个特色 那分别是Ownership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跟Critical Thinking 那在我们教材之中 就是我们设计了 很多对应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教材呈现的方法 可以让学生就是一步一步的培养 这四个能力这样 好那我们以我们的教材为例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以目前就是目前来讲 我们会以到最后我们要做出一个 简单的CPU Core 那它包含了一个Master CPU 那跟一个Systariot Array 就是独立的加速引擎 那上面也包含了那个Burst的Protocol 那这是我们的算是它可以 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是我们教材的一个 Final Project 那为了要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具备很多能力 像是怎么去设计一个CPU 那Systariot Array是怎么去做运算 这件事情 或者是那Burst要怎么设计 还有除了硬体以外 那软体层面 像是如何去写BailMental Core 那来验证我们硬体的正确性 这都是我们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需要必备的能力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教材就是 进一步它可以被拆分成三个部分 那第一的话就是在讲 软体相关的基础知识 像那我们是以Risk5 这个Open的ISA作为我们的教材 那第二是硬体的基础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我们会带学生去做一个 简单的Risk5的Single Cycle CPU 那我们也会介绍Final Stand Machine的设计 那最后就是我们要去 算是我们这个教材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去介绍 我们要如何做加速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教材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两种基础的方法 一种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利用独立的加速引擎 C-Style Array来做加速 那另外一种是透过 ISA的Extension 那我们用的是Risk5的Factor Extension 利用这种方式来做加速 好 那 回扣到前面提到 就是 AI Chute的Design Flow 其实和传统IC的Design Flow 非常不一样 就是 它其实不像是一般的IC 我们先定义出一个Spec 那设计软体跟设计硬体的人 我们共同去遵照 这个Spec 我们一起去工作 那 那 AI其实 AI Chute非常不一样 我们通常是 要先界定好 那我们的Workload是什么 那针对我们的Workload 再去设计我们 我们的专属的ISA 或还有专属的硬体 所以 在传统的 就是学校的课程里面 比较常见的是 Button Up的教学的方式 那 它的特色就是 它会从最基本的Building Box 开始讲起 那 它对于初学者来讲 比较容易上手 因为我们先从 就是最奇数的东西 一个一个开始讲 最后我们就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Marge 那 它有一个就是 隐忧是 透过这个方法学习 有可能会 比较缺少就是 对于整个System 全面性的思考 那 所以在我们这个教材的做法 我们就是 我们不会去舍弃掉 Button Up的做法 那 我们进一步 我们融合了Top Down的做法 就是 呃 我们混合这两种模式 然后 呃 在我们的 做 在我们的Lab里面 我们会强 我们会 和那个 学生强调说 我们要去解决怎样的问题 像是 呃 以Lab9来讲 就是 我们要去解决 就是 我们的运算 如果太慢的话 那 我们要做加速 那 我们要做加速的话 我们要怎样去加速 那我们 先 我们利用这种方式 来设计我们的教材 就是 我们先界定好就是我们要解决怎样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分析说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那我们再从我们 需要这些知识一个一个来做学习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Top Down加Button Up的教学方式 那 那 那 透过这种方式 其实 呃 就可以 比较容易去培养学生 呃 有对整个系统有个全面性的思考 好 那 那 我们的教材有另外一个特色是 我们使用 驱手HDL 这一个 呃 由 UC Berkeley提出的语言 作为我们的 呃 主要的开发语言 那 呃 我们会选择 呃 为什么没有选择呃 呃 Fairlog 作为我们的语言 其实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 驱手其实代表了一个 新的Design Mythology 呃 这意思是说 其实 驱手它是基于Skala 这个语言去进行延伸的 所以它相对Fairlog来讲 其实是 一个比较高阶的语言 那 在利用这个语言进行设计的时候 其实可以大幅的 增加我们的开发效率 那 但是 其实 驱手也是一个双面论 我们在利用驱手的时候 对于初学者来讲 有可能就是 我们会对于我们写 写的 呃 写下来的Code 跟我们脑袋里面想像 它对应会生成怎样的硬体 其实 呃 可能会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所以 呃 在学驱手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要就是 一方面要知道怎么去善用 驱手带给我们效率的 呃 改善以外 那我们也要去培养就是 呃 我们对于硬体的 直觉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这样写 那它对应会生成怎样的硬体 所以我们就是 也会让学生就是有机会去练习 就是怎样去判断 呃 都是以驱手作为主要的开发员 像是UC Berkeley的Rocket Code跟Boom Code 那或者是中国的香山处理器 他们其实都是以驱手作为开发员 那 学驱手一方面就是 可以让学生有 更有能力去 呃 接触这些目前很流行 很有名 然后 呃 就是 这些比较有名的开源专案 那 另外一方面是 驱手跟Risk5 其实是两个 同时发展的开源专案 所以 以Risk5的生态来讲 其实大部分都是以驱手作为开发员 那 学习驱手也可以让我们更能够 和Risk5的ecosystem连接 那 第三点是 呃 回复到前面讲到的 就是 AI Chips的Design Flow 其实 它相对 呃 比较特别 它的 迭代速度通常都很快 它 而且它会 它会需要就是开发者在 一个 很短的时间内就是 要设计出产品的那个 Prototype 所以 这也是 正好就是我们学习驱手这名语言 我们善用它就是可以提高 开发效率的这个特性 那可以去引用IC Chips 这个特殊的设计流程 这样 好 那 再来是 呃 针对就是 使用这个教材的 呃 学生们我们预期就是 它的一个 会达到怎样的效益 那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希望 同学使用这套教材之后 可以对整个 IC Chips 有基本的认识 那 这对于呃 你以后如果有 有 想要找就是 AI Chips 相关的工作 你可以知道说 呃 做一个 AI Chips 他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那因为我们的教材都是 呃 比较基础的介绍 那我们给你 我们给学生一个概念之后 他知道说 呃 他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他就可以呃 透过呃 透过自己再去更 针对这些不同的主题 做更深度的学习 那 呃 第二点是 因为我们的教材当中 像前面 呃 于婷提到的 我们使用了非常多的 Open Source Project 那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培养学生 就是呃 使用和 看 看懂这些Open Source Project的能力 那在未来的职场上 尤其是 AI Chips 呃 是一个 常常会用到Open Source Project的一个领域 就是对学生来说 帮助会很大 那 第三个就是 我们 可以 透过这套教材 让学生有很扎实的 呃 硬体实作 不管是硬体实作 或是软体实作的能力 那 第四点 呃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 透过这一套教材 我们去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 跟 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那 呃 举例来说 就像是 我们的Lab Lab9 以Lab9来讲好了 呃 你最后真的设计出一个 简单的CPU Core 那 我们可能会去跑一个 呃 我们自己写的Benchmark 然后跟我们的Base 9 CPU 就是 呃 没有C-Starway 这个加速引擎 那两者去做比较 那 我们去比较说 你真的这样做了之后 那 加速的幅度是多少 那 呃 我们去 思考说 我们去 呃 应该这样讲 我们去定义 就是一开始流程师 我们去定义这个问题 那 呃 可能是跑太慢这个问题 好 那 再来是我们就思考说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 再来 我们思考出一个 呃 问题的解法之后 我们去进行实作跟验证 那验证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成果嘛 那 我们就 呃 不是得到一个结果就算了 我们会鼓励学生去分析这个结果 就是 呃 你这个设计有哪些优点 哪些缺点 那 哪里不够好 我们要怎样再去进行改善 那 那 然后 那我们分析结果的时候 其实又会回到 我们就是在定义 呃 新的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循环 那 这其实就是呃 培养学生 Problem Solving 的能力 好 那 呃 这个的话是我们归纳 就是 呃 使用这套教材的学生 可以 他的学习路线 大概会长这样 那 我们期望就是 使用这套教材的学生 他的学习路线可以 呈现一个T字型的发展 就是 以这张图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OpenAIS这个node 他 延伸出去有五个 呃 subnode 那 这其实就代表了 做AItube 他需要 呃 广泛的 不同领域的知识 那 这些知识 呃 这五个node 他们又各自都有subnode 其实就是代表说 呃 这些知识 他们其实都有更深入的内容 可以让学生就是 针对他有兴趣的内容 再去进行 深入的学习 所以呃 他在学习路线上可以呈现一个T字型的发展 这样 好 那最后的话 呃 我们这个 project 预计应该会在八月的时候釋出第一版 那 就是会包含 大家前面看到的 Lab1到Lab9 那 我们之后预计会在针对就是两大部分 就是在设计更多的Lab 那 一个部分是我们会去 enhanced CPU design 那我们会增加例如 pipeline CPU的设计 或者是 cache branch prediction的设计 的Lab 这样 那另外一方面是 也是做AI加速 就是 很重要的基本能力 就是 AI software stake 相关的主题 像是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graph的 transformation跟optimization 或者是怎么去做就是 帮我们整个完整的software stake potting到我们的硬体上面 那让这套应用可以在我们的硬体上面执行 这样 好 好 那 就是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project有兴趣的话 就是 欢迎帮我就是填写这一份表单 那 在之后在我们的project釋出的时候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消息这样 那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想跟我们讨论 或者是 甚至是你想加入我们一起贡献这个计划 你也 也欢迎就是寄信到上面的email 跟我们联络这样 好 那这 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也会放在就是我们的共笔上面 好 那 最后是我们也非常谢谢就是 到目前为止 对这个project做出贡献的助教或是同学们 好 好 那 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那希望你们可以就是有带走一些收获这样 谢谢 谢谢 好呢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聚豪的跟 我跟老师和雨婷的分享 那在场各位有任何人想要问问题的吗 谢谢 那如果 刚刚有反映说就是我们的QR Code需要选线 那我们可能待会在一层共笔的时候我们再补上连结 那再麻烦大家到一层共笔那边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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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点那个连结这样子 谢谢 谢谢 那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辞出的吗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非常谢谢老师跟雨婷和俊豪这样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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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来到PostCop有多次 我其实非常surprise今天有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通常Open Source Education 并不是在PostCop最大家最关注的预题 那有这么多同学或者是朋友来参加 你们对于AI晶片这个行业或这个议题是好奇的 那我们在陈大明有智慧学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院 他们很某的学院也太一样 我们都能做跨领域的大型的跨领 所以也因此我们在过去大概 我从业界回学校帮忙到现在 大概过去四五年我做AI加速器跟相关的工作 我大概面试了台湾上千个同学友吧 就是上千个来申请工作的人 我们就发现在AI晶片这一行的人才缺口非常大 但是我们要找到适合的人不容易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然后你对于这个课程有兴趣 其实网路上有非常多的Open Source course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自己上课的时候用的拖影片 也都是UC Berkeley MIT 的拖影片 因为我们Open Source 还有特别的部分是你在网路上比较难找到的 就是事实上我们做了设计有很多的Lab 这些助教们平均他们协助设计一个Lab的时间 都要一个月以上 然后我在学校有点恶名招章 就是修我的课写一个Lab 一个礼拜要花三十个小时 所以你修三学分的课 你要愿意你知道付出那么多时间 你才能够做完这些Lab 那显然还很多人来 为什么 因为大家工作上可以需要 然后毕业会需要这样 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其实有几个方式可以参与 你可能有兴趣的是当一个User 那我们开源之后Lab会在上面 原理上我们的Lab 因为都是同学自己回家做 所以上面会有很详细的Description 可以去帮助你 那当然你做的时候会成功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在社群上发问 我相信我们的助教 如果能够回答 会尽量帮忙回答 那甚至我们有同学 自己主动就会上去回答 因为他 这个课程已经形成了一个 比较正向的循环 就是很多人可以在上面考虑 那你如果真的对做AI晶片有兴趣 你其实已经有基础了 你想要去跟我们做比较大型的Project 欢迎你来找我 就是我们有Open Source的Project 在周末的时候会有固定的开会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来跟我聊聊 你喜欢做什么或想学什么 你可以在那个Open Source的Project里面 找到适合你的一些Project 那因为做AI今天从演算法 软体硬体都需要非常多的人力跟帮忙 那我们即将在成大 要启动一个大概三年的计划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外面的朋友 就是业界的朋友 其他学校的同学 现在这个计划有跨交大 中山大学跟成大三个学校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 或以后去跟我们的同学联络 如果你要找我的 他们就会 你可以E-mail给我 或者是他们就会讲结果 那最后跟大家 这个多聊了一点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我们分老师跟雨婷跟俊豪 那如果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这已经是上午的最后一场 所以如果要直接留下来跟他们交流的话 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留在教室里面这样子 那我们上午场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午的第一场是下午一点的时候 所以欢迎大家一点的时候再回来这里 那实际上的下午的三场的主题 都在我们外面的那个timetable 就是门上的timetable上都看得到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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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ки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